就像我的厨房里面最多的时候就是会有七八种油 Itsuray virgin olive oil 这一定有的嘛 椰子油 麻油 chia seed oil avocado oil 上一次还有拿到一瓶很好的grab seed oil 就是葡萄籽油 真正好的葡萄籽油是你吃的时候它会有葡萄味 你嗅的时候它会有葡萄味 而且你吃完下去它会有葡萄味上来的那种感觉 可是它不会甜 它嗅起来甜的 然后还有butter咯 butter我也是有吃 然后自己有榨猪油 我是这样子交换着吃的 我不是讲说我就是一个油很好了 我就一直stick to那个油这样子 我一直只吃它 不行 尤其在本地不行 OK 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这非常危险 你有吃到那些油 你吃够 那么基本上就还可以咯 饮食就还算是可以帮得到你 调养你的这个身体 包括你的血液浓度 胆固醇 血管的健康 心脏的健康 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得到 而且还可以抗氧化 为什么我每次讲说吃好的油都是 第一个就是最好是选unrefy的 不是讲说refy的油不好 而是说unrefy的油 它是有更多的一些直化物在里面 所以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抗氧化 我都会建议那一天 你就是吃30个ml 早午晚你就10个ml 10个ml 有些人会讲说 这样子很多 会不会太多 人家吃了很肥之类的 你去问我的学生 从来没有一个是吃了好油之后变肥的 追根究底 是什么原因 很多人他是本来就是油吃不够 所以造成身体有些问题 包括荷尔蒙失调 所以造成他水肿 或者是说造成他身体的代谢不良 所以他就有身体的慢性发炎反应 所以就瘦不下来 再加上我国的卫生部 建议的吃的油的分量 大概是你的 你的一整天的这个热量的2-30% 那么你吃的这个油的分量 大概就是算起来 大概就是6-70ml 就是6-70克 额外吃一个30克 其实还好 没有很多 然后你的食物里面 其实还会有其他的油 包括一些肉类 一些植物 都会有多少一点油的 所以要么你再增加一些坚果 那个也是油啊 这样子的话 你的心脏就是很漂亮了 你根本就不需要依赖鱼油 然后很多人就会讲说 可是它有Omega 3 什么油没有Omega 3 其实我问你 什么油没有Omega 3 基本上油它都是不同的比例而已 所以就不需要去特别去讲究说 我一定要Omega 3还是这样 然后曾经有人在跟我讨论过 他跟我讲说 我不是刚才油的 因为我刚才油的Omega 3很低 它会造成发炎 其实不是这样看的 Omega 6这个东西 它是在我们身体 它有需要发炎的时候 它是一个原料 也就是说身体有这个免疫反应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Omega 6 然后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就是你身体正在进行打仗 生病啊 什么之类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需要的东西来的 其实发炎反应也是一个免疫的反应 只不过如果说太多的话 over了 那它确实会反过来伤害你的身体 这个没有错 可是有什么东西不是这样子的呢 蛤 除了钱啊 Omega 6的角色 其实它也是一个有帮助的角色来的 所以不可以完全没有Omega 6的 OK 然后同时也记得 不要去神化Omega 3 不需要真的不需要 你知道这些食物有刺 基本上就够了 你那些食物有多有刺 你那些油都有刺 然后交换着刺 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